这要但我国坚持不撤侨 还要国人去搭日本专机 而两委在国会 质疑外交部毫无作为 没想到外交部长吴钊燮 却暴怒拍桌 骂立委在人身攻击 而在一档炸锅炮轰 蔡英文的爱将断交 七国创纪录 怎么还有脸在国会如此嚣张 以巴战火封烟 三十多个国家火速撤侨 外交部不但不撤侨 还要想走的百姓 可以搭日本专机离开 人民都还没骂 政府无能慢半拍 背选的外交部长火气先冒上来 奇怪同样的都是政府 你认为没有撤侨的必要 美国认为有撤侨的必要 你苦了什么名所苦 吴钊燮任内断交七国 快创全球之冠 但断交部长在国会 态度却嚣张傲慢 身为蔡英文头号爱将 他连桌子都拍了起来 你用这个没有办法掩饰 没有办法掩饰你的无为 这个是人身攻击 我反对用人身攻击的方式 你的答案你的事实上就是 不能够用人身攻击的方式 你无为你无能我不怕 又来一次人身攻击 我绝对不接受 我的评论就是你无为你无能 这种人身攻击的方式 我绝对不接受 你要别人不要有这种评论 你就不要错 拼外交吴钊燮成绩超惨 但骂大陆骂再一档 简直能跟网军比赛 但有人点破他是这种盘算 你的做法和你的暴怒 只是表现给蔡英文 还有未来的组织赖清德看 这不就是在对未来的政权表中吗 你有看过一个被咨询的 行政部门的官员 敢对国会演派桌子了吗 台湾把民进党给宠坏了 只好叫别人去搭别国的飞机 然后你自己一筹莫展 所以你不是无能无为是什么呢 所以这不是什么人身攻击 这叫陈述事实 胡钊燮 只有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才会一直待在这个位置上 阵内断交七国外交烂账 百姓还没跟你算 小英爱将有脸在国会拍桌 注资高不高兴不知道 但全民都快没脸看 记者黄义均 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